中共从创立之初 对宣传舆论的引导就相当的重视 那么进入执政环节以后 那么宣传口也是中共抓得最紧的一个部门 现在中国舆论已经被控制得很严密 原先我们看到过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松动 在宣传口出现了一些宣扬民主 宣扬社会公义的这么一些行动 甚至被追究过的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那么改革开放之后 不仅仅有80年代的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 而且90年代也有一些宣传上的松动 那让人们看到了随着经济的增长 民主自由法治公正是有可能在中国实现 这种幻觉到了习近平上台以后 从广东省委宣传部开始主抓的整顿南方报业系统 逐渐已经推向了全国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任何一个报纸 你在中凤里都能看得到 某某省委宣传部 某某市委宣传部 是吧 所以我们知道 中国的每一份媒体 它背后都有党的控制 到了这两年就更不像话了 央视竟然打出了 央视信党 明确的已经把 各个宣传部门挂上了党旗 他们已经是党的宣传战士 他们已经明确了自己的方向 宣传口呢 在舆论引导上 一直在全国范围内 不停地在做着工作 凡是有备于 习近平加强管控的 这些工作人员 无论是自愿的 还是被迫的 都逐渐地脱离了一线 我们看到很多 全国范围内的一些抗争 在新闻从业人员之间 都是被不断地清洗掉 不要说你有什么 自己的想法 即便是偏离了一些 党的宣传口径 你都将被追究责任 随着这个快速建立 内循环的需要 党宣舆论引导 在中国社会中 所占的位置 逐渐又加又是重要起来 现在呢 抛开贸易顺差的问题 中国在大量的进口 能够进口到的东西 但是我们在宣传口 你根本看不到这些宣传 你看到的都是歌舞生平 中共目前在引导的舆论 股市出现的这些故事 你看到的都是正面 很少有公正的媒体 甚至专专业的股评家 也已经说得让人 不忍在庭乱 他们自己可能也觉得 他们现在做的事 已经是违反道德 不仅仅违反了职业道德 会市 在走向冻结 极有可能又要恢复到 官方排架与黑市排架 出现价差的这么一个状态 甚至极有可能会出现 再次出现 外汇兑换人民币 华侨商店 但是我们看不到 内地正规的媒体 去进行类似的报道 对人们进行一些警醒 没有了 房市呢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 都已经有大量的城市 它的房价出现了暴跌 去年开始搞的这个 房屋产权的混改 我们也看不到下文 明年是不是收房产税 各大报刊 也没有及时的跟进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中国的媒体从业人员 都已经变成党的宣传干部了 凡是不符合这个要求的 都将被清除这支队伍 宣传变得无比的重要 这是一个信号 只有实力不够的情况下 才会通过舆论宣传 来加强党的权利 中国政府已经没有足够的自信 同时面对 外部世界的压力 与内部民众之间的抗争 那么他们就只能 调整自己的政策 对外 他们已经放弃了 以牙还牙的报复 对内呢 他们不仅仅需要 钳制人民的舆论 而且要营造出中国有自力更生 自己还是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这么一个大的环境 树立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所以中国的这个舆论引导 和宣传口 它的重要性 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将无以复加 有可能 宣传部门的待遇会提高 但是我相信 对一个追求真理 追求真相 期盼社会公正 作为一种 有着新闻人 职业道德的 这些新闻工作者 他们的良心 会受到潜责 他们会在不断的矛盾中 选择是保住职位 满足家庭的经济需求 还是追求内心道德的平衡 在这个之间 他们会产生纠结 当他们不存在这种纠结的时候 整个舆论宣传口 将会被 昧着良心的党宣 这些干部 所统一 未来我们看不到 中国内地 各大报刊 能够公正的报道 社会事件 舆论领导 引导民众 是可以换钱的 这是中国 现在这一代 新闻人的悲哀